这日 大准铁路硕州公司电力 接触网 信号 通信专业技术比武 在高加补战区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三个战区的48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比赛采取理论考试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参赛选手各个精神抖擞 神情专注 以饱满的热情和最佳的竞技状态投入到比赛中 裁判员仔细观察着选手们的每一个动作 检验 教合 每项操作完成情况 公平公正地给选手进行评分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 最终 高加补宫电工区获得接触网和电力专业团体双第一 卧场通信工区获得通信专业团体第一 巴里铺信号工区获得信号专业团体第一 卧场通信工区的耀强 宫电工区的宗玉君 高加补信号工区的梁轩义和宫电工区的李宝 分别荣获个人比赛第一名 此次技术比武正值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关键期 针对现场作业环境气温低 作业动作笨拙 工气具一滑等特点进行 进一步检验委外人员专业业业务知识和实战能力 以比赛促训练 切实提升职工技能水平 本台通讯员报道